特区政府在二五规划中提到 鼓励居民多生幽育 但我们也收到不少居民 尤其是年轻的妇女反应 他们不是多生幽育 而是幽生幽育 哪个幽是幽类的幽 这也是非常困扰居民对生育议题的考虑 统计局早前公布2021年的澳门出生率 是千分之7.4 是17年以来的一个生低 是普遍引起社会的关注 互联早前亦都开展一个 2022年的澳门妇女生育议员调查 这个调查是继2019年来做的一个跟踪的点 是期望我们通过一个调研 去了解澳门妇女在不同时期 尤其是现在在疫情下的一个生育议员的情况 今次调研的结果 是那个妇女整体的生育议员的 平均分数是6.33分 是普遍刚刚大学毕业 而昨天刚刚进入职业发展当中 相比起70后和80后的妇女 经济和事业都在比较稳定的状况下 当然是对于生育议员有所下降 已婚已育的妇女的生育议员 都是普遍比较高的 而影响妇女生育意愿的因素当中 我们留意到 头五位的都离不开是居住开支和经济方面的问题 包括居住空间不足够 开支的大 教养的压力 都是困扰住居民要不要生育的 针对刚刚提到的一些调研的结果 妇联总会都提出以下6个的建议 包括首先要完善一个家庭友善的政策 连望政府先可以就家庭友善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以及将企业、社会共同推动家庭友善政策的浪实 第二方面就是就住居民提到的居住空间不足 也是建议特区政府能够继续完善我们的房屋政策 让居民可以快点上楼 够好去建设他们的家庭 第三方面就是期望可以就住育儿开支方面 能够提供一些经济的支援措施 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在育儿开支上得到一些支援 第四方面就是有关家庭照顾责任 可以让我们的相职妇女能够更加无后顾之忧 投入职场 全家都继续为家庭发展付出贡献 亦都期望通博社会 改变一个性别刻板的一个印象 让到一个性别平等能够更加好地落实 第五点就是有关于 连线家庭教育可以提升一个 长度的生活业务 期望特区政府能够整合相关的生育措施 向居民长度有关鼓励生育工作 亦都排解一些年轻家庭在对于生育方面的疑量 最后一点就是有关辅助生育工作 因为我们都见到在调研当中 70后80后的妇女是有一个生育医院 但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妇女的身体机能不太好 所以亦都会面对生育方面的困难 所以都是期望特区政府 从一个辅助生育工作方面 做多一点功夫 可以让我们的居民 不单是想生育、不敢生育 亦都能有生育